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这个视频中我将为大家介绍塞班岛的旅游圣地 当地美食以及其他有趣的活动 塞班岛虽小但有很多旅游圣地 首先北部海岸线风景最美 塞班岛的北部海岸线是这个 小岛上最壮观的景点之一 这里有美丽的海滩 清澈的水绚丽的珊瑚礁和丰富的海洋生物 您可以在这里游泳 咸水 浮潜和海调的 另外这里还有许多度假村和酒店 提供各种各样的水上活动和设施 纪念公园景点也要来打卡 塞班岛的纪念公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遗迹 它是二战期间太平洋战争的一个关键战场 公园内有一个博物馆 展示了二战期间的历史和文化 此外公园还有一些遗址和建筑 有二战时期的避难所和战争纪念碑等 叶带植物园充满奇特 叶带植物园位于塞班岛的中部是一个美丽的花园 展示了各种叶带植物和花卉 游客可以在这里散步观赏植物和拍照留念 别忘记一个景点叫 龙宫 龙宫是塞班岛上一个神秘的地方 据说是神贵用来尝你宝藏的地方 这个地方有许多洞穴和岩石 可以在这里游览探险和观赏景色 塞班岛的美食也值得品尝 塞班岛的美食以海鲜和当地菜肴为主 以下是一些您不用错过的美食有 一 叶子炖牛肉 这是一道当地特色菜肴 牛肉和野汁炖煮在一起 味道相浓可口 二 杂章鱼 这是一道流行的小吃 章鱼被切成小块 沾上面粉后炸成金黄色外酥里嫩 味道鲜美 三 椰子烤鱼 这是一道当地的传统美食 将新鲜的鱼肉涂上椰子 然后用木炭烤制 烤制出来的鱼肉鲜嫩多汁 椰子的香味也让人食欲大开 四 炒螃蟹 塞班岛的螃蟹非常出名 炒螃蟹是当地的一道招牌菜 将新鲜的螃蟹炒熟 配上各种香料 喝蔬菜 味道非常美味 剩下的还有一些其他活动可以选择 比如 一 海上运动 塞班岛是一个非常适合海上运动的地方 您可以在这里尝试各种水上运动 如翻版冲浪 滑水等等 这里也有许多公司提供潜水 不潜和深海钓鱼等活动 二 骑马 在塞班岛上可以参加骑马活动 游客可以骑马穿过岛上的森林海滩和山丘 这是一种非常放松和舒适的活动 可以让您更好地欣赏岛上的美景 三 野外露营 如果您喜欢大视野 可以考虑在塞班岛上参加野外露营活动 这里有许多美丽的野外露营地点 您可以在这里搭建帐篷 升起篝火 并享受宁静的夜晚 总之吧 塞班岛是一个非常美丽和有趣的地方 拥有丰富的旅游圣地和美食 还有各种有趣的活动 可以让您参加 如果您正在计划一次海外旅行 塞班岛绝对是一个值得考虑的目的地 女性朋友喜欢的购物 也要讲一讲 塞班岛也是一个非常适合购物的地方 这里有各种商场和市场 您可以购买到当地的手工衣品 珠宝服装和美食 下面是几个值得推荐的购物地点 Egallery DFS 这是塞班岛最大的免税购物商场之一 里面有各种品牌的商品 包括香水化妆品 手表珠宝和时装等 如果您是购物爱好者 不妨来这里逛一逛 二 塞班岛夜市 塞班岛夜市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购物地点 这里有各种小吃和纪念品可以购买 您可以品尝当地的美食 购买一些有趣的纪念品 或礼品带回家 三 塞班岛华丽店 这是一个专门销售珠宝和首饰的店铺 里面有各种精美的珠宝和首饰可以选择 如果您喜欢购买珠宝和首饰 不妨来这里看看 最后 塞班岛是一个非常美丽和有趣的旅游目的地 拥有许多值得一去的地方和活动 这里有美丽的海滩 清澈的海水和各种水上运动 有美味的当地美食 还有各种有趣的活动可以参加 如果您正在计划一次海外旅行 不妨考虑来塞班岛看看 相信您一定会度过一个难忘的假期 只是分享 既要有趣也要有用 感谢大家来到地理娱乐局 如果喜欢我们的频道 请点击订阅按钮 每天为大家带来世界地理 既好玩又有用的全球地理知识 最后祝大家每天都有一个好心情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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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